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兰花 当我们的兰花新芽冒出土3到5公分左右 在这个时间段它会有一段增长停滞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养护的兰花 我们就要请观察它的长势状况 当新芽长得像我这一颗新芽的长势这么高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给它做好三点 这样就能助使它快速地长出新根 使这个根式长得更加粗大饱满 首先要提高光照还有温度 在这个春季我们要适当地给它晒晒太阳 如果遇到强光的时候一定要给它避免 温度给它保持到15到28度期间是最适宜生长的 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它长势非常旺盛 第二点就是给它适用一些蓝菌王 这种蓝菌王既能起到催崖作用 而且又增强生根能力 就是准备500毫升的精水 然后再给它倒入一克 延期7到10天给它适用一次 这样就有效地促使它的根式快速的生长 或者我们也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它可以有效地促使脊植细胞快速的分裂分化 使兰花根式快速的长出新根 而且它的零岩素非常充足 这样在零岩素的作用上使新根快速的生长 15天给它适用一次 第三点 杀菌在它长新根的这个时间段 新芽它会停滞一段时间 那么这时我们就要保护好新芽 避免它出现一些病害发生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杀菌 就使用这种带生猛心 因为它不仅可以起到杀菌效果 还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根据说明书使用就可以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兰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